始于唐宋 新云明清的自共彩灯 素有天下第一灯的美誉 从1990年第一次跨出国门 在新加坡举办中国自共灯会至今 自共灯会已先后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占据中国85% 海外92%灯展市场份额 中国地方民俗彩灯 为何会受到中西方游客共同喜爱 东方彩灯印下如何点亮全球 中国首个彩灯学院执行院长陈嘉明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陈嘉明表示 灯彩是中国春节最具喜庆和吉祥氛围的象征物 尤其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张灯节彩 不仅衍生了送花灯 彩灯迷 五龙灯 墙滚灯等多姿多彩的民间习俗 还发展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灯彩艺术 从我们元宵节的张灯节彩的细数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最早的西汉时期了 也就是在2000多年前 到西汉时期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样一种张灯节彩的细数了 这个细数其实也是根据我们中国彩灯本身的特性来的 也就是说有这个一句诗描写了当时的一种状态 那就是说一句深过村入海 前门灯火夜四重 也就是说整个灯会 这个彩灯把整个夜晚把它照得像百周一样 像百天一样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对当时的一个描写 其源于唐宋的自贡灯会为何被称为天下第一灯 陈家明认为 自贡彩灯之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灯 要追溯至1990年在新加坡举办的自贡灯会 90年代我们这个出展 这个自贡灯会出展这个新加坡 那么当时在这个工程当中呢 我们制作了围绕这个东方彩灯文化网制作了很多彩灯 其中呢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熊丝滚绣球 还有就是这个龙油凤舞等等这些灯组 那么这个当时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任这个新加坡总统的这个黄金辉 他呢 出席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开灯仪式 在开灯仪式上他在开亮了第一组我们的瓷器灯以后了 就是当时的那个新加坡的国梦剧的这个主席 就跟我们这个志工的争战团送了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就是浩然写着就是天下第一灯 这样一面锦旗 那么从至此以后了 我们这个天下第一灯的名号了 就随着我们志工彩灯走出国门 然后呢是传遍了我们所到的国家和地区 2020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 第26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暂停展出三个月 当前彩灯出海最大的挑战 当属疫情为人员交流物流运输带来的不便 陈嘉明表示 现在不少自贡灯企创新了不展模式 由中国灯将远程指控外国人力阻展 以减少出国作业人员 因为这个其实就这一块来讲 既然我们肩负了一个就是中国文化 传播的一个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那么在里头肯定也应该要 要做更多的一些探索 总之陈嘉明认为 在后疫情时代 东方彩灯只有通过自身的改革和提升 才能继续点亮全球 当好民心相通的文化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